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纽约杨基日级投手天中江大 今天在客场出战多伦多蓝鸟 他主投六局狂飙八次三阵 仅被敲杨春炮掉分 一度让对手连13人无法上磊 帮助杨基以4比2英球 开启二连胜 杨基第二局靠阻力 Brandon Jury的二类安打先攻一分 四局上他在敲带有一分打点安打 第六局参鸟魏德 Tiler Wade敲出两分打点的二类安打 扩大领先让杨基中场以二分之差赢球 天中江大除了第二局被篮鸟格雷查 Randall Greychuk敲杨春炮掉分外 此战可说是完全压制对手 第三局到第六局没有让篮鸟打者上过雷包 一度连续解决13人 让田中江大只用79球投完六局就退场休息 最后拿下本机首胜 杨基全场出现八支安打 阻力2安2打点 魏德1安2打点 格瑞哥尔斯Dede Gregorius有2安 获得1宝宋 炮回2分 杨基牛彭凯利 Tommy Koffel 一局罗伯森 David Robertson 零 二局都无10分 但终结者查普曼 Arodis Chapman遇到小乱流 一局11分 精简拿下今年首个救援成功 蓝鸟先发香气司 Aaron Sankets主头舞 二局被敲8安14分 吞本机首败 田中江大美联社 田中江大法兴社 Fitzcomest 建议